英文凯旋新车又降价了 近日凯旋在成都发布了23款 Street Triple 765 R以及RS 售价为9.7895万和11.7895万 较老款颜分别降低了1.6万和2.2万 23款Street Triple 765 RRS车身进行了多处升级 外观上延续家族设计的同时 进行了优化让整车更具动感 经典的双灯融入了进气口的设计 头顶的小蜂挡也变得更犀利 侧板也采用全新设计和15升油箱 以及散热器融为一体 源自Moto 2赛车的三缸心脏也得到精华 Street Triple 765 R最大马力提升至120匹 RS则是达到了130匹 最大扭矩二者均为80牛米 对于Moto 2赛车技术 采用了全新的活塞 连杆 气门等一系列升级 让全新的Street Triple 765 R以及RS 有着更为敏捷的油门响应 带来更为激情的驾驭体验 R版制动采用Brambo M4.32直栓对4卡钱 后刹为Brambo单活塞卡钱 RS版采用了顶级的Brambo Styleman直栓对4卡钱 配合Brambo MCS可调制动拉杆 让其有着更为强悍且线性的制动力输出 简震方面 两版车型的前简震均采用招合41毫米圈段可调倒置简震 后简震有所不同 R版为招合 中置简震 RS版为Olinz背负式技能简震 Street Triple 765 R采用类似于三叉戟660的样式 而RS版采用了5寸TFT全彩仪表 功能更为全面 可人几乎连实现投屏导航 电控方面 Street Triple 765 R再次进化 标配全新一代弯道ABS 配备IMU惯性测量系统 实现弯道牵引力控制 并且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多极调节 为骑士提供更安全的骑行体验 R版提供了公路 女天 运动 自定义 四种模式选择 RS版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为刺激的赛道模式 配合双向电子快排和辅助滑动离合器 那种顶着油门 加挡的顺滑快感 体验一次就会终生难忘 Street Triple 765 R和RS 他们在运动天赋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但鱼鱼熊掌不可兼得 一般运动性能出色的车型 做高普遍较高 Street Triple 765 R也不例外 达到了826mm RS版为836mm 不过也不用担心 通过后市场 选择低个电可以降低28mm 目前来看凯旋的售价 让23款Street Triple 765 R竞争力大幅提升 同级中本田的CP750 售价相对较低 为8.98万 但双缸的动力 以及电控配置上处于劣势 同为三缸排量更大的 YAMAHA MT-09SP 最大功率87.5千瓦 电控方面二者歧骨相当 但它的售价却是13.98万 YAMAHA MT-09SP绝对是台好车 但车友买车总会货比三家 就算MT-09SP成名已久 但在这样的价格差距之下 不免会有些力不从心 再有就是川崎Z900 这款车一度是国内车友心中 最巨型价比的进口四缸运动型街车 目前售价10.79万 但整车配置以及电控等方面 都略循于Street Triple 765 R 而且948cc的四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86.3千瓦 不过Z900和MT-09SP的扭矩 要高出许多 分别为95牛米和93牛米 因此在低扭爆发会有更好的表现 从账面数据以及售价来看 Street Triple 765 R性价比很高 但车友选车不能只看账面数据 一定要去试一试 每款车都有自己的性格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动力升级又降价的 凯旋Street Triple 765 R和RS 能打动你吗